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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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场约1分14秒 北京时间8月27日 2018赛季NFL第三周季前赛继续进行 打拉斯牛仔主场对阵亚利桑的红雀总观全场比赛一直在不断的出现球权转换 并且送出球权的都是牛仔对一方最终凭借着牛仔送出的八次球权 红雀客场27比3兵不选任战胜牛仔 第一节比赛 双方率先展开是碳性进攻 节奏比较缓慢 互有攻守之后打拉斯牛仔盲中出错 回攻守的接球过程中被自家球员拜伦琼斯呆倒 结果球打到牛仔球员身上后落地形成活球 红雀队场到球权获得极加进攻及时位置 不过接下来的进攻红雀没有把这次球权转换的意义最大化 此分位法姆布拉德福德与自家娃接手的传接显然不在一个频率 贝尔道森55马刃一球稍稍 偏出 所谓 东方不量西方量 牛仔特前组再次送出大礼 如果说第一次事物要分锅与拜勒崇斯 而这一次回攻守兰斯勒诺自己接球再次脱手 球跌跌撞撞直接进入端区 红雀球员抢到球权直接来阵德奔基杠零 时间不长 牛仔四分内或破拉时传向塔文奥斯丁的球被帕特里克·彼得森抄劫 红雀队短时间内将比分拉大到14比0 第二节比赛 牛仔队的进攻终于有所好转 可就在此时牛仔炮威罗的史密斯在冲球过程中出现掉球 帕特里克·彼得森将球打出 一个人第二次制造球权转换 红雀队进攻组混乱 炮威埃德蒙兹 冲出28马过半场 贝尔刀森命中任意球实际干令 面对着红雀的主力防守足 牛仔的替补金攻组显得维米不振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 科尔比斯利临时两次接球帮助球队破进红区 结果拉什直接传球挑战达阵 红雀陷位拉达贝克再次将球抄截 上半场比赛结束 红雀17比0领先牛仔 红雀制造5次球权转换 下半场比赛一开始 红雀队继续扩大比分 泡位T、J、洛根利用优质的开路 找到空倒后黄奔59马完成达阵 24-0 牛仔队糟糕的夜晚还在继续 接球手部篮科加温出现掉球 红雀第六次制造球权转换 接下来双方进前自己的3号4分位上 场 轻弓打得法善可证 第三节比赛在无得分 第四节比赛 牛仔队进攻组再次准备推进卧半场 3号4分位迈克怀特失传失踪推进83马 然而就像前几次一样 当牛仔队进攻到对方35马线时 怀特手中的球又被拍下 第七次球权转换 牛仔队卷土重来 然而4分位怀特判断出现失误 一起长船再次被抄截送出球权 红雀在杜发起进攻 踢球手马特迈克莱恩命中54马任一球 27-0 这后时刻 牛仔队终于获得一次得分机会 年轻的踢技手布里特马赫命中45马任一球挽回颜面 绿分27比3 关键球员数据 达拉斯牛仔 4分位迈克怀特22传 17中157马一抄截 4分位库破拉斯17传11中93马二抄截 亚利桑那红雀 4分位迈克格伦龙八传十中35马 炮位TJ 洛根六次冲球86马一打阵 炮位蔡斯埃德蒙茨11次冲球55马 防守端锋锋卡有斯多拉三琴杀 大版 版权声明 本文系腾讯体育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加短期待 冷静